好 下一個例題 氫氧化鈉溶於固體中 四個都固定濃度的 用固定濃度的溪流氧綜合 結果如下條 有氫氧化鈉的質量 有氫氧化鈉的質量 有氫氧化鈉的體積 跟你所需要的溪流氧的濃度 那有個問號不知道 問你多少 請問你那個問號是多少 那這裡其實就是酸鹼綜合嘛 條件呢就是氫離子的墨數 等於氫氧根離子墨數 不過我們基本上不用用到 仔細的計算 因為你加水 並不會影響你的氫氧化鈉 也就是說不影響你的氫氧根的墨數 所以你加水加多少 其實根本就不重要 那麼第一次跟第四次都是兩公克 所以表示有一樣多的氫氧化鈉 所以就會有一樣多的硫酸 都是15毫升 所以呢 有到15毫升 因為你的氫氧化鈉一樣嘛 所以你的硫酸就要怎樣 一樣嘛 所以連算都不用算嘛 只要感覺一下就可以了 像你的四公克的 都是30毫升嘛 都是30毫升嘛 不管你加水加多少都一樣 所以這裡其實是不用算的 好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 那麼各位一個練習 練習13 想要了解台北市的酸女的酸化程度 收集到樣體 然後呢去把它做酸檢中和音頻 然後結果如下表 剛好中和它下表 請問你 誰處的氫離子濃度最大 也就是說 哪一個地點的雨水最酸 請問你 應該是誰 甲乙餅丁 應該是挑誰 No.2 2號 你選A 你做 凡事要比較 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你現在收集到的雨水的體積不一樣 當然是雨水越多所需要加的 檢就要越多嘛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去看 誰用掉的氫氧化那比較多 就代表誰會比較酸 你要放在一樣的基礎上 所以呢 我們要把它通通變成一樣體積的雨水 看誰用的氫氧化那多 就代表誰就比較酸 比較酸 那我們比如說 我們通通都變成100好了 通通變成100 200被100要怎樣 除以2 除以2 表示假需要15毫升的氫氧化那 那麼乙呢 要除以3 剛剛13點多的氫氧化那 然後呢 丙呢 就除以4 有12.5毫升的氫氧化那 丁呢 就除以5 就是12毫升氫氧化那 所以把它們比一比比起來 甲要這麼多 乙要這麼多 丁要這麼多 丁要這麼多 誰需要的最多 甲需要最多 所以呢 就表示甲是最酸的 所以就表示甲是最酸的 所以這一個答案就選甲 類似題有考過很多遍 都請你注意 要把我們的雨水的體積變成一樣 再去比較 還是正確的比法 OK嗎 OK 下一題的練習 有兩小題 這是從一個科學的活動實驗變來的題目 取了5個透明的杯子 放了這些東西 有氫氧化那 有岩山 有石蕊 有分炭 然後呢 有的有4滴 有的有5滴 有的有2滴 有的有1滴 然後呢 白板 假設濃度都一樣大 每滴的大小也都一樣多 都是0.1毫升 然後呢 把5號杯 加水 然後呢 倒到1號杯 然後變紅色 1號杯呢 倒到2號杯 哪來 容易變什麼顏色 容易變成什麼顏色 好 5號杯 本來透明 倒入1號杯 新亞化那會變紅色 再來1號杯的紅色的 倒到2號杯裡面 2號杯有鹽酸2滴 請問你它會變成什麼顏色 請問它會變成什麼顏色 Hood 33 A A啦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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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讓你背過了 大家尊重是無色的 所以呢我們答案要選的是A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A 所以這題答案是A OK嗎? OK 好那麼下一小題 現在就等於全部倒在一起 剛才的2號杯把它倒到3號杯 然後就把它倒到4號杯 就等於是5杯都怎樣 對5杯都全部都混在一塊 等於是5杯全部都混在一起 那請問你5杯都混在一起之後 變成什麼顏色 5杯都混在一起變成啥顏色 11 蛤? 紅色 15 15 15 紅色 C 蛤? 你選C 請錯 你選的是C 答案 全部倒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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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有氫氧化那4滴 總共有鹽酸2滴 根據剛才做過的討論 誰多 誰多? 我多 氫氧化那多 氫氧跟多嘛 對不對 氫氧跟多 所以整杯會成什麼性? 檢性 整杯會成檢性 可是檢性 可是檢性呢 你有沒有叫石蕾 石蕾 檢中什麼顏色? 藍色 有一個叫分泰 分泰在檢中什麼顏色? 紅色 所以一個是藍色 一個是紅色 那藍色加紅色變成叫做? 紫色 所以藍色加紅色叫做紫色 所以答案呢 叫做紫色 所以這一題呢 答案選的是紫色 OK嗎? OK? 很好 請寫課文練習